施工人员将围离一一撤走 从去年5月底紧急封闭 11月东宫改建的金融市中二桥 在历时近一年施工后 10月26号下午终于开放车辆通行 整个金融市区交通也恢复正常 中二桥是在这个礼拜天 我们利用卡玛电鱼室修饰的期间 那我们针对我们爱一路、孝一路周边 还有中二桥的周边的道路 我们进行一个铺设 铺设完成之后 我们在礼拜一礼拜二 进行我们的伸缩缝的直滑施作 那养护完成之后 我们跟各单位 包括我们的交通单位 交通科跟我们的警察单位 进行一个旅攀 那针对中山桥的部分 已经达到旅攀的通行的条件的需求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下午1点05分 我们也开放中二桥的开放通行 那所以我们市中心的中二中山桥 的改建的作业 目前就是已经到一个段落 都已经开放完成了 接下来要推动改建的 则是位于仁武路上的仁爱桥 预计明年农历年后 风桥施工 整个工期大约需要十个月 在身对仁爱桥的部分 我们预计我们在最快是在明年的农历年后 我们会做一个风桥施作的作业 那目前的进度是在做一个工程的交维的制作 那制作完成之后 我们会送相关的交通单位进行审查 审查完成之后 我们才会做一个开始施工的作业 那施工期程预计是十个月左右 那届时施工的部分再请市民 还有多多配合我们市府的政策 做一个改造的动作 金融市这种方面期盼 透过危险桥梁的逐步改建完成 提升市中心区道路环境品质 有效保护来往人车安全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